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罪言書室的節目 黑木崖 今天很高興請到我身邊的鄭依依 她有兩個身份 也跟我們今天講的兩個題目非常適合 剛剛那星期大概可以有兩件事 可以一起講 兩件事都跟一個 keyword 有關係 就是蘋果 蘋果一個就是 電子文義方面 就是IT 就是蘋果公司在香港開了她的專門店 另外同一時間就是 一份香港長期在本地很重要的報紙 就是蘋果一報 就出了她的免費報紙 也叫爽報 今天我請了鄭依依來 有兩個身份 你自己講 你們為什麼會有關這兩件事呢 第一個科技產品的品牌蘋果 就是因為我現在在做一個機構 就是一個勞工的NKO 就叫做大學師生監察無量企業行動 就是一個很長的名字 十二個字 所以我們有一個簡稱叫做沙琴 其實都是來自這個英文名叫做 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Top-Privileged Behavior 也是很長的名字 真的很符合 其實大顧名思義 其實都會看到我們在做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學 老師和學生組織的脫體 我們主要是跟進一些跨國企業 比如迪士尼亞或者蘋果 在大陸的一些代工廠上面的勞動待遇 如果我們發現了一些什麼侵犯勞工全益的情況出現 我們就會做一些 campaign 就是把他發佈在媒體上面 或者有些示威的行動 另一個身份呢 另一個身份呢 就是我一個支持做了七年的記者 有七年的記者嗎 有啊 雖然我就不是在剛剛講的蘋果日報那裏做 但是Daniel覺得我都可能可以講到一些媒體的事 或者報紙的東西 是啊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講到一些大家覺得有趣的points 好 那我們先講蘋果先 我們頭的兩節都會 這個蘋果就是電子產品蘋果 一講起沙蓮大家可能不會想到 其實我記得之前 蘋果公司出的另一個很大的事就是 這個是去年 是不是去年 今年的事 在富士康 深圳富士康工廠就有 接連的跳樓事件 香港 好像全球都罵得很大件事 也都對富士康公司造成很大的影響 沙蓮在今時也做了很多事情 是的 其實我Daniel說的事情已經發生得最烈的時候 最嚴重的時候就是去年五月份 就是當時在短短的半年裏面 深圳富士康還有其實富士康很大 他在大陸的廠房 就是橫瓜很多個省分 都有發生一些工人事實跳樓的情況 五月份就最厲害了 特別是二十五 二十七個幾天假 就是每天都發生 那真是罵得非常之 好像有十幾個人跳樓 去到那時候就已經是十三個了 但是其實之後也都繼續發生 但是可能在媒體上沒有報道 或者是很多原因 其實是被壓下來 或者是這些消息沒有傳出來 那在沙蓮其實在那時候就介入了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其實最初就是去了 富士康在香港的總部 它有一個公司 是負責一些貿易的方面 那我們就去了抗議 那同時 富士康在香港有辦公室 有辦公室 我以為它是台灣公司 只是在台灣接彈 但是其實在香港 其實它在香港還有一間廠 但是去年 接了 是的 開始 其實當時那間廠都是很小的 幾百人 但是它也都將它撲回大陸 那另外就是 我們除了去了富士康的香港的辦公室 總部抗議之外 我們也去了蘋果它的代理商 在香港其實也是有店 包括六月的時候 我們去了銅鑼灣的店 抗議 然後也都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在旺角這裡也有一個代理商開的店 也都是做了一個抗議的行動 那另外就是這兩年 去年和今年我們都去了富士康的古董大會抗議 在哪裏呢 古董大會是 都是酒店的 在台灣還是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也有 因為它在香港上市 所以現在在香港開古董大會 嗯 比較有趣的是 其實富士 就是Apple這間公司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我想香港也算是一個銷量很高的地方 應該是 我想不單是香港 其實中國或者亞太 其實都是 但是它到今年才開那個旗艦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正式它 因為很多人在香港也能買到Apple的東西 就是很多人用Apple的東西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 在 不是大部分 全部都不是在Apple多賣 因為 全部都是reseller 它叫做 就是代理商 就賣 但是去到剛剛才開它那個總店 就是ISC 對 沒錯 那其實 我想它都有不同的 就是它其他的代理商 或者是這個IFC 它這個蘋果的 叫做company store 不同的位置就是 其實在company store裡面 它會 蘋果自己的員工 是有一個特別的形象和身份的 就是它不會叫自己的 這個員工叫做店員 那它會有些很 很f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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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們 例如 天才 蛤 它真的叫天才 對 因為天才是吧 或者英文叫做genius 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真的聽不懂 其實它就是 在company store裡面 它主要的職責 它不是要sell你買東西的 它不是要你解釋 這個iPhone這個產品有多漂亮 或者它的功能是怎樣 其實它只是一個 好像用一個服務的態度 就說 來幫你 你有什麼疑難 你是不是不懂用 你的iPhone iPhone是不是太厲害 那我教你用 那我要找一個售貨員 賣那部機 還有一個賣給我 當然 它也是會賣的 不過它在包裝上面 它就不會這樣表露 我其實很想你買這部機 就是一個隱藏了 step back 的一個姿態 我記得有一個叫什麼specialist 我看背子看見 是啊 好像在床部面 是嗎 那個是叫specialist 然後我說 那什麼special 你special在什麼 你是 specialist 我想是一些專業的 譬如醫生 有specialist 即是專科醫生 不是醫生 就是專科醫生 那你就會叫specialist 那蘋果 你究竟專業什麼 不過大陸都有 譬如有專業的貼屏幕 對 專業貼屏幕 譬如專業幫你開機 專業幫你換貼紙 很奇怪 究竟專業了什麼 你有什麼專業呢 這個其實就是要提回它的內部的守則 我們聽說 這個蘋果其實 它在每次開店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都會招一些新的 即其實是真真正正正的員工 請一批新人回來 其實是要訓練他們的 他們的訓練其實是有一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機密的確定 就是有一套專業的手冊 這樣流傳 這樣是不可以外洩出去的 那個手冊上面就會教你一些 所謂營銷的技巧 可能是 但當然它的 term 也不會叫做營銷的技巧 譬如它會是 如果有個顧客過來 跟你說 我部機不是太行的 好像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幫我整 那如果 所謂specialist 或者那個 Genius 它是拿回來整理的時候發現 喂 其實可能真的有些 bugs 科技的產品 即是不可避免 在program上 可能其實都會有些 有些瑕疵出奇了 對 會出錯了 那它就不可以跟你說 喂 不好意思 我真的做不到 其實這些這樣的技術的東西 當然你都會翻譯過來 是用美國的 terms來講 它就說 事實證明 即是 It's truth that 我做不到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 為什麼它不可以說 我都做不到 不可以這樣說呢 要事實證明 是的 這個是一個真實 是的 這是一個永恆的 他是北極的人 為什麼呢 它似乎是把責任排除了 有些像 香港政府經常說的 排除了可能性 我想拍了五個 我當然不存在 沒有說過 所以不存在 這些很奇怪 其實它是說 這樣可以減低負面的形象 真的是 Genius 怎麼可以有東西不懂 很奇怪 其實有些像 我覺得有些像New Speed 即1984 經常說 想像中一個極權國家 它會用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包裝 原本有些很簡單的事情 譬如做不到 或者它壞了 或者它應該負責 但是因為它用了一些很奇怪的原本 好像它不需要負責 因為這個好像是Tinder 就是我們的技術已經走到盡頭 所以沒有了 就是這樣 好像不關他的事 你明明你弄個電話給我 不是你應該負責這個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你搞定了才賣給我 不是 所以現在不關事 就是可以把球踢回去 不知道給誰 對 踢回去 事實上 真的不存在 事實上 另外 其實這個也跟 如果我們這樣對比 很有趣 因為富士康 出了名就是工人跳樓 事實上也知道 其實工作環境也有問題 或者是那個 基本上那個 員工的士氣也有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 他在Apple Store的門面 就是最接觸客人 賣給你那個時刻 他要假裝到他的員工 是很有… 第一就是很有才華 就是叫他Genius 就是不會作牛 其實你不會看到 一個店員叫 這位天才 對 其實就是這樣 這位天才 我想要這部電話 就是你很怪的 你無緣無故 然後你又回應 是 怎樣 但是在門面做到 這麼浮誇的時候 另一個 就是他台海公司的另一端 就是生產的那一端 就是對於工人很多的 和環境的 一定很破壞 等等 這個究竟是 發生了一回什麼事呢 其實 如果我們看回 為什麼富士康會這麼多自殺 或者是 另外一個 蘋果的代工廠 叫做聯建 都是來地的 都是來地的 是蘇州的 其實是在2009年 都發生過一些很嚴重的 深化路供權益的問題 就是他 當時iPhone也是趕著出的 這個時間 就是很緊迫的時候 但是其實你生產出來 崩殼避免都可能有些污漬 或者是有些東西 要清潔了它 就是聯建 就是用了一種化學品 然後做政紀院去拆那個屏幕 因為那樣東西 會揮發得比酒精 或者其他的化學品更快 這樣 快點乾淨 這樣 可以推出這個時間 即快點麻煩 快點乾淨 快點拋給你 是啊 當時就發生了很嚴重的 集體中毒的事件 是啊 就是137個 確實了的工友是中毒的 然後都有去醫院那裏 病程是怎樣都會去到 其實他就會 手腳會 就是晚上會出飆冷汗 這樣 嚴重一點的 就是他的神經會受損 然後就會無力 震 甚至是有個工人就跟我們說 他女生來的 很年輕 但是他病程比較嚴重 就是他上車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搭廠車回到宿舍 或者去開工 即出入都是要搭廠車 是的 他就會覺得 當時要下車的時候 腳會無力的 走一步路都覺得自己想跌 想跌 這些情況都是很嚴重的 而且確實發生 他們住了一年醫院之後出來 其實就有工作了一段時間 在同一個工廠裏面 然後就再去 再覺得他的症狀又出來了 可能因為勞動的壓力 這樣就會很強 這樣 又發他回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們就再去跟工廠說 我想再去身體檢查 但是他們 公司首先就不承認他們病程再續復發 當時蘋果是有一些他的CSR部門的人在 他們都知道這些員工是有什麼要求 想回到醫院再做檢查 但是他們都沒有回應 但是他其實很奇怪 一方面你面對他的時候 你去買蘋果的東西 你覺得那些人很享受 他一定要很開心 然後他又提供很專業的服務 他又很喜歡他的工作 他覺得他在幫你 但是在工廠的 就是這個門面的背後 就是一個工人就是做生做死的 很明顯那個門面這麼漂亮 就是為了想你買 其實最後 如果你真的說到你這麼好的一個企業 你就應該由前到後 你的員工都是開心的 但是他只看到你最前一天開心的 就是周面是一個門面的功夫 那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我們可以再聊天